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臣妾 我也死了吗 你是不是 特意来接我的 太子殿下 殿下 太子会不会到西边和梁王他们集合了 不可能 我刚才听到他声音 一定就在附近 太子的马 糟了 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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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档起来 来 将军 这儿还有个人 照顾好太子 将军 这人怎么处置 你是谁 为什么在这里 小的只是杀你的采药人 抓起来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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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怎么样了 太子受伤昏迷不醒 太医正在里面为太子诊治 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怎么会让他受伤呢 当时梁王和我们在西边 是韩王和圣主墓 最早发现太子受伤的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分开了一会儿 再回来的时候 他就人事不醒了 太子什么时候能醒 微臣 微臣也不敢断言哪 尽太医院所能 务必救醒太子 是 微臣告退 快 愿中焚香 殿下 夜风寒入 您还病着 不能到外面受凉了 太子 明昔大唐运术 为他祈福 绝不能藏于屋檐之下 我是他的阿娘 我要为他求拜 苍天日月 是 皇后 是 皇后 虔诚祷告 大唐太子 身戏手持宗庙 延免国座之重任 苍天在上 大唐皇后 虔诚祷告 大唐太子 身戏手持宗庙 延免国座之重任 方今国泰明安 求苍天慈悲 有我大唐太子 独自为恶 莫让国家 从陷动荡 栽起战乱 若苍天见了 终离世 愿哲敬 所欲扬寿 所欲扬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苍天见连 苍天见连 护佑朕的皇后和太子伴 要折手 就折朕的阳寿 陛下 我们的凯青 一定能渡过这一劫 苍天 苍天哪 天佑太子吧 天佑大唐 太子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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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天佑大唐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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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现已查明 太子的新马鞍 是被人住了毒杀 马鞍的外部颈部 腐蚀破裂 杜杀接触马背 马匹中毒发狂 才使得太子坠马 新马鞍是韩王宗的 是的 现在已经将 所有制作新马鞍的人 全部积压 负责 马鞍外部颈部的 是韩王府的一个绣娘 目前看来 此人险衣最大 但是这个女的嘴巴很硬 已经动用了大型 可是 她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呀 查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中 说 你为什么摩坏太子 是谁指使你的 到底是谁指使的 到底是谁指使的 给我大型伺候 给我大型伺候 说不说 韩王府的绣娘 马鞍上那幅王孙田猎图 就是这叫夏寒的所修 太子上马前发现丝线断了 命他缝补 他是除了太子之外 最后借出马鞍的人 你是说 皇后 马鞍里的毒杀早不落晚不落 偏偏在太子上马后不久就落下 这里头肯定是装了机关的 而这机关 需要有人在太子上马前一刻出发 一个绣娘心思如此歹毒 傅司爷 你曾在韩王府待过 这个叫夏寒的人你可认识 认识 那这个人跟太子有何仇怨 魏晨不敢贸然猜测 不过 说 魏晨和他也算是有旧交 如果皇后允许 魏晨和他见一面 也许他会愿意说些什么 我 怎么是你呀 你是来看我 还是来审我的 当日为了妹妹偷偷做嫁衣的夏寒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会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为了熊睿 对 为了熊睿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也对 像我这么卑微的绣娘 像熊睿 那么低贱的忌人 不过就是些蝼蚁 蝼蚁却给蝼蚁报仇 去向那高高在上的太子报仇 太可笑了 但是 我毕竟不是蝼蚁啊 我是人 我知道爱 我知道恨 我当然知道要报仇啊 可这一切并不是太子的错 他并不想让臣妾死 更是从来没有想过要熊睿的命 不是他的错 那是谁的错 陛下的错 皇后的错 我真该把她们统统都杀了 我真该把她们统统都杀了 熊睿死了 必须要有人为她付出代价 这个世上 应该有人为她的死付出代价 是你付出了代价 你原本可以绣着花 彻彻粗杂淡饭 看着日出日落 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一生 这肯定也是熊睿想看到的 可你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谋坏太子的罪人 为了熊睿的死 付出代价的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我自己 你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熊睿就能回得来吗 你不想要 幸好太子命大 要不然 你的这双手 就永远沾上了喜不干净的血 太子没死 你狠心语 太子没有死 太子 为了不失去皇帝的宠爱 逼迫沉寄自杀 又下令处决了熊睿 在太子眼里 熊睿的性命根本是一文不值的 一直以来 生活的官员都在问我 是谁 在幕后指使我谋害太子 你今天过来 也是为了这个吗 你能告诉我吗 如果我告诉了你 你会把我说的话 原原本本地告诉皇后吗 不管你说什么 我一定会原原本本地 禀告皇后的 是 如果你最后 没能杀了太子 你还有最后一件事可以做 给太子 制造一个最危险的敌人 杀韩王殿下 不可能 你是在挑拨离间吗 毒杀的机关 整个暗杀的计划 不是你一个绣娘就能想出来的 是不是有人让你这么说 是不是有人让你诬陷韩王 就是韩王殿下 是韩王 让我把毒杀放进马庵里 想要谋害太子的 就是韩王 你答应过我的 会把我说的话都告诉皇后 可是你说的每个字都是假的 就是韩王 想要谋害自己的亲哥哥 想要谋杀太子的 就是韩王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是韩王 是韩王要杀太子 是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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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韩王要杀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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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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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夏韩 我夏韩 夏韩 夏韩 来 离见皇家手足 恶毒至极 微臣也觉得夏寒死之前 说的不是真话 但微臣答应过他 要把他的话 原原本本地禀告皇后 你是说有人在利用他 应该是 可惜 他到死之前 也不肯说出那个人是谁 人心可危 夏寒说是韩王住室的 还有什么人在这儿 当时牢房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但是他大喊大叫 外面的人有没有听见 微臣也不知道 听说你受伤了 是微臣无能 本宫让你冒险了 来人 在 这件金丝天甲 是西域所供 质地轻柔 刀枪不入 赏你防身吧 如此真凭 应该少于战场上的猛将 微臣身处宫愿 没有用武之地 只怕糟蹋了 难道不上战场 就不会受伤了吗 微臣 谢皇后赏赐 傅思言 本宫不希望太子和韩王之间 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皇后放心 下函的话 微臣一个字都不会泄露的 我 不想